俗语说,人到中年七退化,人到中年五不扛 这就是对于更年期的一种形象写照 男性更年期大多以药物治疗为主 但是护理干预同样十分重要 那么当男性到了更年期 综合护理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家庭护理呢,该如何进行 并发骨质疏松时,又该如何护理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吧 男性更年期的家庭护理 俗语有云,人到中年七退化 人到中年五不扛 这就是对更年期的一种形象写照 更年期是人体由中年向老年过度的生理转折 在这个阶段,会出现脏腑功能衰退 内分泌失调 神经功能紊乱等症状 甚至会因此引发其他病灶 女性更年期,我们常有所耳闻 那么当男性到了更年期 应该如何进行家庭护理呢 一,药物治疗 多数更年期患者不需要药物治疗 但少数患者症状明显 工作与休息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家属因遵医嘱指导监督患者 适量服用一些镇静、解经、安眠类的药物 以帮助减轻临床症状 二,环境干预 保持患者所处环境的温湿度适宜 避免深、光、寒冷等刺激 男性更年期容易出现自主神经紊乱 应监督患者合理安排好工作与休息时间 针对其时常出现的发冷汗现象 应督促患者勤患内衣 保持皮肤清洁干燥 防止忽冷忽热引起着凉 同时更年期会半发骨质疏松 家庭护理时要保持地面干燥 以防患者不慎跌倒引起骨折 三,相关躯体症状的护理 由于更年期高固酮的分泌减少 男性体内的荷尔蒙分泌也会发生变化 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各种疾病也接踵而至 其个人情感也会变得相对脆弱 因此家属需要学习了解 男性更年期的相关知识 加强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交流 给予患者情感方面的支持 多陪患者出门走动 避免久坐引起前列腺受到压迫、冲血 而影响其功能 男性更年期并发骨质疏松如何护理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是指男性40岁后 雄性激素分泌水平降低 引起的身体各系统和器官机能水平下降 以及随之带来的各种不良情绪反应 骨质疏松症就是更年期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稍有不慎就会进一步引起骨折 骨一定要加强护理 具体方法如下 一、向半发骨质疏松的男性更年期患者 讲述跌倒的不良后果以及保护性预防措施 比如科学补钙和其他药物治疗 同时要教育患者尊医主的重要性 叮嘱患者除坚持系统长期的综合治疗外 还要定期检查骨密度 了解骨量的改变 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提高骨量 降低发生骨折的概率 二、指导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身体姿势 并经常进行功能锻炼 来提高肌肉力量和躯体平衡力 还可通过适当负重 给骨骼一些硬力 以刺激骨生长 运动尽量在户外进行 以增加日光照射 促进皮肤维生素D的合成和钙磷吸收 三、骨质疏松可能会诱发腰酸背痛 更年期男性患者出现此症状时 需立即入院就诊 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 不滥服镇静止痛药 四、乐观的情绪是人体内环境稳定的基础 故情质护理必不可少 由于男性到了更年期 本就存在性情转变 情绪低落、神经敏感 患得患失等心理反应 加上骨质疏松的存在 又要避免发生骨折 事事都要留个心眼 因而感觉束手束脚 甚至会产生孤独自卑感 因此护理时 要注意多给予患者安慰 关心和鼓励 帮助其消除不良心理因素 男性患上更年期综合针 因如何护理 男性更年期综合针 是多病因多因素性疾病 发病原因和机制还未明确 其中熊激素的部分缺乏 是患有该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既往关于该疾病的诊疗中 过多地重视了生物因素的致病作用 所以大多以药物治疗为主 研究表明 这只是该病发生的生理基础 其他因素也至关重要 比如个性心理、社会家庭环境等 不仅可能诱发及加重该病 同时对患者的恢复 也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所以护理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认知干预 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宣教 讲解该疾病的诱因、预防和治疗等相关知识 提高其对该病的认识 引起其重视 提高其对相关干预措施的依存性 促进其快速康复 二、心理干预 患病期间 患者的身心极易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所以心理干预对患者至关重要 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障碍 同时患者心境的好坏 将对病情的转规产生直接影响 三、家庭干预 对患者的家庭成员进行关于该疾病相关知识的宣教 或者医护人员定期对患者加法进行干预性训练 亦或两种方法相结合 进而提高患者的治疗依存性 并改善其生活质量 如何综合护理干预男性更年期 男性更年期是指男性在由中年步入老年的过渡时期 出现了相应临床症状和体征的一组症候群 对多器官系统的功能造成不良影响 且降低生活质量 加强对该疾病的管理 实施综合护理干预措施 有助于提高男性对疾病的认识 端正对疾病的态度 有效预防和减少症状的发生 减轻症状的严重程度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主要干预措施包括 一、知识讲座 组织有关专家和医务人员 开展疾病相关的知识讲座 主要有什么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其将对生活造成哪些危害 如何避免其发生 疾病发生后应如何应对等等 二、健康宣教和指导 组织社区志愿服务小组 发放疾病相关宣传单 主要宣传疾病的发病机制 影响因素、临床症状 对生活的不良影响等 指导正在服药的患者正确用药 三、心理咨询 对患者进行心理护理 且指导其家属一起参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四、知识竞赛 举办疾病相关知识竞赛 增强男性对疾病的认识 扩大宣传和影响 五、身体锻炼 可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患者视身体情况选择活动类型 如太极拳、老年健身操、散步、打乒乓球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